透過無人機空拍畫面 可以看到南韓主辦的世界同軍大會 儘管是8月12號才結束 但是現在已經全數巴音 因為颱風卡努即將登陸南韓 三萬多名同軍被迫撤離營地 不過在颱風之前 這次同軍大會已經因為遭逢酷熱 參加露營的同軍有近千人中暑 主辦單位應變不及 被網友痛罵是國耻 南韓民眾甚至擔心起國際形象 南韓政府為了挽回形象 議員甚至將腦筋動到天團 BTS防彈少年團身上 希望BTS合體表演 挽救國家聲譽 引發網友罵聲連連 要求別拿BTS當遮羞布 這起同軍大會撤離事件 引發各國家長不滿 韓國在四年前就交接承辦 應該從營地規劃整理 評估一切可能性 做好事前準備 轉身 請下班 請下班 進來 我記得